是不是你在投奔队之前 你是一直在海南大学去的 那时候你是在 你最近是在哪一个学校都学 到同岛大学 同岛大学 同岛大学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去的 就是尔华大学命 起来以后才去的 尔华大学命以后才去的 所以尔华大学命以后才去的 那么过去叫什么 再去叫了海南大学校 海南大学校 海南大学校 那么你在那里面是读什么 就是识学 就是识学 你觉得在你在那个 所谓尔华大学里面 比如这段时间 所以尔华大学对于 你们学生的这种 分岐是什么的情形 尔华大学对我们 分岐是很圆的 所以原来它 这下里面有 长期部 长期部有通过 长期部 长期部通过 继续分岐 通过继续分岐 那么那个时候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间 请问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这个 他们这一段 共产党的这个作为 对于学生的特殊有什么 方法 因为某一个学生 在学校里面 就是 其实想说到 一些技术的 但是 共产党在学校里面 这样 这样 把 就是 事实上就是 外行 外行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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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真正 我们一般同学 这些学生 也就是 有些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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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有些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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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就是毛语律 是吧 谢谢 那么像这些活动 什么政治课程呢 学习毛语律啊 你学中是不是对于你大学校里面 学习你自己封重的这个 所想学到的学问啊 是不是有一种 我说的 学习说的东西 对我们的认识 有某一个学生 他都想学到的东西 有时候的学生 他是不大理认识的 有时候是不大理认识的 那么你在大中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很难党 对吧 那个时候大中学校 学生说 这个共产党 对于学生的控制 这个也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那么你说到去年 什么时候潮到澳门里 说去年八九亚本 一开始离开很难党 一开始离开很难党 所以一月本来到大安门 一月份到大安门 一月份到大安门 我们知道您到台北之后啊 你碰到您的令军大人 但是你是不是很高兴 对了很高兴了 可能已经去几年了 这样一年了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您的令军大人到这个 到台湾了 到大安门的时候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来到香港呢 我的标准 你标准到香港 对了 是他造成的时候 你令军到台湾了 对了 对了 那么您那个 令军离开海南达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 四月五零年 五零年 五零年 那就是民国三十九年 那个时候你几回 我七二三四 六三四 那你根本还不知道 对了 所以你这么看到他 你很高兴 对了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早上 比我下午五零年